小平 直接問 這次疫苗這件事情 綠營一直說你冷飯熱炒幹什麼 但顯然藍營跟白營打得非常火熱 可是黃珊珊講的那些詞 是不是真的因為辣到 會把聲量子給你吃掉 從疫苗這件事情再講到慈濟 生活連中共同路的人都出來 這戰爭要怎麼打 我先講黃珊珊 黃珊珊已經辭掉副市長 那算他犯傻了 因為我們逼一逼我們黨團 當然不能辭嘛 本來一個方案是最後十天請假 你辭就辭了 不管 那辭了以後怎麼樣 就孤單了 包含環南市場 還被藍營的議員嗆說 你為什麼可以來 林東那個前幾天那個 黃珊珊必須這樣打 謀財害命是得分的 是真的是主導 你們為什麼不講呢 所以我們應該講 就是我們應該早點講 講完了 謀財害命 我看政治很簡單 政治不是深究內文 不是不是寫文章起承轉合 一句話金句就贏了嘛 這就是政治嘛 韓國瑜很會講嘛 然後他說謀財害命 好那就說謀財害命 他就掌握主軸了 大家就討論如何謀財害命 謀財害命之前 謀財害命 他說我又不是瘋子 沈志忠幹嘛的 你不是瘋子我同意 你是素子 俗辣 什麼叫俗辣 為什麼 因為你跟著蔡英文黨 你跟著黨 你執行蔡英文的命令啊 你罔顧人命啊 你謀財害命啊 你當然是俗辣 可是慈濟今天發 昨天發的第二封 那個聲明裡面 不是也謝謝 什麼小英總統圓滿此事啦 類似這些嗎 他怕被抄家滅族啊 說不定又回到批孔陽旗 把這個宗教都抄掉了 我們也怕 是不是到大雄寶殿 佛光山也猜 慈濟的精神也猜 誰知道了 但我講得有點過分 人家會怕嘛 今天啊 嚴博文講的 執行長 他慈濟執行長敢亂講話嗎 點滴在心頭 因為上人心裡苦嘛 為什麼苦 要普渡眾生 要疫苗進來 你再擋嘛 當然 而且隔那麼久 上人還是有情緒嘛 上人自己不要講 執行長講嘛 再拉回來 然後側意出勸啊 周玉寇講的 不是中共同路人 是中共自己人 這是更加碼的 你周玉寇 就周玉寇幹這些髒活 就如同柯文哲 幫黃山灘幹那些髒活 今天是怎麼樣 分鏡合集一個黑臉 你候選人就白白的 你去敷面膜 臉弄白白的 陳時中 那髒活就周玉寇這邊做 不是 民進黨不必玩這種 側意的遊戲 很簡單 你就切割嘛 周玉寇什麼 放言 然後民視的節目 講的話 都跟陳時中 民進黨無關 你敢不敢講 不敢嘛 因為多好用啊 這些髒活多好用 那今天弄到 我批評你一下 疫苗黨 就是中共自己人 這國家 會不會前置言論自由 會不會有文字慾 我覺得很可怕 再拉回來 今天 今天那個 我講一個內勤 六月十八是不是 郭台銘有發臉書 為什麼發臉書 就賭籃了才發臉書 而且發臉書之前 為什麼發臉書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李大陪跟他見面嘛 見什麼面 不要禁嘛 他氣嘛 而且刁難的事情 的是利利可數 又推給中共 刁難 中共完全相信 中共一定有 共產黨 對疫苗 對國人的健康 共產黨跟民進黨 是二合一敵人 都在黨啊 是不是 所以簡單講 真看為什麼冷飯熱草 還能上新聞 包含今天面對面的主題 因為因為有收視率 老百姓在乎嘛 就這麼簡單嘛 今天我跟你講 沒完沒了 萬華是不是破口死人 然後萬人種 大家等著喬吧 這個選舉 我跟你講 因為這件事情 真的這件事情 會變成祖宗嗎 陳忠也出來講說 那他第一個他沒擋 他又不是瘋子 他為什麼要去擋這些 包括講到什麼中共自己人 他就講說他也稱喪人 也稱這些 但這個能夠因此滅火嗎 我覺得很多事情 還是要回到是這個本質上 就是讓證據來講 那如果元柏文認為說 政界有人去擋職劑 購買BNT疫苗 那是誰 我們希望他把他講出來 講出來 該被譴責的人 就要被譴責 那我們回到整個這個採購BNT的一個時序 事實上二零二零年 也就是在於前年的時候 這個德國BNT就跟我們就已經密集的在談 要採購BNT了 然後在二零二一的一月的時候 行政院就核定要採購五百萬劑BNT疫苗 在一月六號的時候 然後之後就開始再交換意見 那後來是因為我們在於跟他採購的一個新聞稿裡面 他們認為說我們寫我國 可能涉及到的就可能跟中國就有關係了 那我們就說好我們不要寫我國 我們把它改台灣 新聞稿改台灣這樣總行了吧 我們就把這個改了 把我國改成台灣後的東西 就傳到了這個BNT 德國的一個總部 結果已讀不回 所以這時間 時序上是在二零二一的一月十五號 那我們就把一些該交換意見的都做好了 而且我們行政院也核定要採購五百萬劑了 問題他們就已讀不回 所以這件事情在陳時中 他在處理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新藥黨BNT疫苗 那當時候就不要核定 BNT就直接不核定 就也不用談了 所以這件事在陳時中 他就處理到這個BNT 德國已讀不回 那後來就是郭台銘的出現了 那郭董他就認為說 他有辦法用所謂的一個三角的一個關係 那就是說我們還是不要把這個代理商 把他跳過 他就認為說 他們用民間的一個形式 然後去除掉了國家 就跟中國的一個 到底臺灣是不是國家 這樣的一個爭議 那郭董真的很聰明 所以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申請 然後這是在六月一號的時候 那郭台銘就是鴻海集團 正式透過臺康公司 向食藥署來申請五百萬劑的BNT 那我們知道最有印象 就六月十八號 郭董發了臉書 然後後來蔡英文 還要求跟總統敬略 然後蔡英文就把郭董邀請到 然後又台積電的劉德英董事長 一起在總統府 然後討論如何去購買BNT 所以我要跟大家強調是 如果再講到慈濟的話 慈濟的時間點是在六月二十六號 就是蔡總統跟上人這個慈濟 那個政研法師 然後他們有一個視訊 然後慈濟也表達了 他們也願意要參加這個BNT的一個購買 所以是在六月二十六號 那所以以這個時序來看的話 如果你認為陳時中有去擋慈濟 有去擋 我覺得反而郭台銘比較有 有這個權利是說我一開始在買的時候 很多不方便 那個時候你沒辦法 你說要講也是郭董講 有慈濟的話 他是在後面才跳出來的 你們承認擋過台銘嗎 我們不是承認擋過台銘 沒承認 我是說 如果真的他們認為當時的採購案 有很多困擾 有很多困擾 郭董那個時候他才會希望跟蔡總統見面 對不對 如果有這一段的話 也應該是在前面那一段 就是說慈濟的部分他是在六月二十六號才加入了這個要採購疫苗 所以我是真的搞不懂 就是說這個 嚴博文執行長 他說有人去阻擋他 要去採Bn疫苗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時空環境 如果這件事情不成立的話 你不可以在陳時中選舉的時候 然後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然後灌給他 然後又說 又說他什麼好像去阻擋疫苗 就害了很多人 我覺得這對陳時中 來說是一個欲加之罪 何犯無恥嘛 所以對來說他沒來 那如果說他真的一開頭 就對Bn疫苗有意見的話 那一月的時候幹嘛要去核定這五百萬劑 OK 所以 我補充一下 我幾句話就好 第一個水很深嘛 上海復興林權講 前行政院長 民進黨政府院長講水很深 多苦啊 林權那是要東洋洋洋 第二 郭台銘講了什麼 要八項文件 我就認真弄給你 陳時中講喔 然後我原廠授權書 然後說陳時中 我描述陳時中講的話 陳時中還說 我敢這樣說 現在民間是買不到的 那郭台銘最後逼到郭台銘去找蔡英文 陳時中有沒有檔 難道陳時中沒有檔嗎 我覺得 所以這在講到疫苗採購 為什麼要有原廠的一個授權書 因為我們知道疫苗採購 如果你是找代理商的話 他會涉及到的說 如果注射疫苗產生了一些死亡案例 或者是副作用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產商免責的狀況 那產商免責的第一個就是說 必須要政府要出具這個免責的一個授權書 那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買到 因為買不到政權會垮嘛 找一大堆理由講 民進黨立委講那麼多理由有什麼用 就是黨 就是護高端 就是貫徹硬派 這個細節有什麼意義嗎 沒有這些原廠的 第一個你要原廠授權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這有一個責任簽署 那如果你要跳過責任簽署的話 就必須要由政府直接賦予免責嘛 免責的話 你進口進來才不會有問題 免責的